如果我们两个离婚 他就问我说他可以拿到什么 我又说你可以拿到你那一箱的 柯市长对哪一个新闻 他是非常气愤的 近期内的 或说你也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 对市府对他施政是有伤害的 而这个可能不是事实的 或是他对哪个新闻他最介意的 人家说他最近疫情就是 什么不疫调什么不匡列不隔离 那现在真的很气 气到什么程度 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 我记得是反正就那几台 他看到有人在这样子讲 然后他说我们明明我叫市政府 人都已经有发新闻稿去 曾经说我们有匡列我们有隔离 我们有疫调 但是我不曉得那些有某个民主 还继续在讲 讲到我老公那天我从来没有看到什么生气 他就把那个选台器 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他不曉得跟谁在讲电话 他就讲说 我跟你讲 我要去告那个人 为什么不 但是我觉得后来幕僚 应该来五个月 而且可能他只有看到那个 其实没抬头 都讲他 但是我觉得他很生气 因为他觉得说第一个就是优关那个民众的一个健康 而且防疫不能够拿来当攻击的一个力气 就在王毕生时间他觉得说 人家有来帮忙你 你就是还是要感谢 最终不应该说 对对对不要拿防疫 讲那一句话让他觉得好像对他有意见 你要帮忙反而有意见 那不要就是说没有匡列没有隔离没有疫调 我觉得对台北市是很伤害的地方 那也会让民众对市政府没有信心说 哇我们的市政府都没有在帮我们做一个防疫的 这个对市民来讲 还有对市政府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最近我看到我先生这么生气 大概就是那个不一挑不隔离 最近的还把遥控器 然后一丢本来想告人的 其实那时候我正好在厨房里面忙的是 我看到就是跟你讲电话 我不想不想对方是谁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就是要去告那个 我就是要去告那个 讲的那个名嘴 那柯市长他之前从医生一路到现在这个位阶 其实我最近在写SARS的书 18年前的事情 我都在很好的文笔 其中都看到柯市长他带着叶克膜 他下去去帮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里面 我们国内第一起死亡案例就真性男子 他一度把他救活了 其实就取代他的心脏 那等等 那从政到现在 那柯市长他对于他的未来 他常讲一句话说 我不选 还是新闻 我选就不是新闻 意思就是说他要算了 算中痛了 对于这些事情他有跟你商量吗 还有就是说您赞成他这样的一个主张方向 还是说已经随到渠成大概就是这样 不 我觉得你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用再问 不用再问了 是不会跟我商量的 真的假的 从电视新闻看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个人就这样 因为他可能知道太太的一个个性 我以前有媒体曾经访问过 我说我的先生除非去做飞车贼 或什么抢到杀人换火的事情 我可能会出言制止之外 那你其他做什么事情 如果说你觉得是一个很正面 在社会上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工作的话 你要去做什么 你是鼓励的 我只能够说我尊重 尊重 当医生娘好像 大家比较喜欢当医生娘 但是我好像觉得你如果选择这一条政治路 特别是台湾 我觉得从政治路是艰辛的 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你想做的话 他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那种基本的想法是这样 想做就去做 我也不会说都没有赚钱 或怎么样 我不会这个样子 虽然说薪水在市政 我当然是比以前当医生 就是脚掉掉了一半 我觉得我不会在乎 我自己也可以 赚让我自己很好的一个生活 我也不需要靠他 他只要做的是有正面的事情 他就知道我被给抖 所以他真的他不会跟我讲 不会跟你商量 我昨天晚上跟他 跟他在 他就是在看电脑 他就看到一个 李士端大云食堂 去年底的 他访问过你 对对对 李士端我访问过 他那时候是他单单访问科士长 李主持人到最后就问他说 你要选总统吗 对不对 你觉得机会大吗 他这个人也真的 他说目前看起来是机会是很小的 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 心存善念 敬虑而为这样子 对啊 以那种 台湾议你也是媒体人 你也知道以台湾的媒体 他常说 他被抹黑 他说每一台都这样 讲了久 真生杀人 久而久之 连妈妈都知道 连妈妈都会认为说 真生我的儿子 怎么会杀人 好不然真的是杀人 因为他常说他在 在那个民调里面 那个年龄层 最年长的是支持率最低的 然后有人就跟他说 因为他们都大部分都看电视 对对对 那比较年纪轻的 或者说比较高学历的 他们就可能有很多的社群媒体的消息来源 就比较不会单单就有看那个真人节目 所以他说他每天从那种第一台 骂到最后一台 他讲说 那个久而久之后 那个还是 还是有差 所以他也知道说台湾的环境 他选中多 他就直接跟那个李世专主持人讲说 哎呀目前看起来 机会很小 心存散念 我觉得他有改变 我常常跟他讲 我们常常在聊他改变 我觉得第一个改变 就是他外观改变 最多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你的老公啊 怎么头发 他变成那些 发苍苍又有点细毛毛 有点像老人家 以前头发是真的没有那么白 当然有一些白头 他不会像现在那样子 所以他这几年我想 他应该是很认真在做事 所以他外表也老很多 你当然是要问说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心态 因为我常常觉得他真的是 没有什么 我们家以前 他以前真的是茉莉 你知道吗 我们在那时候在当医生的时候 有很多那种 绿云在选举的时候 那个台大医院 他们他们 因为他算是一个蛮大的单位 他会去包那个 那个桌 就是桌次啊 就比如说 呃 选举人要募款餐会 然后就认桌 认桌 我记得我还一次 就是他认得太多的桌 就是说跟他们ICU的单位认得太多桌 没有人取 因为医生都很忙 我还call了很多什么表姐表妹 不要让人家太过冷气 对对对 要做嘛 代表人 有人气嘛 不是只是大家人情上的认作而已 那永远我希望他是一个本土医师 就是说他就是爱自己的地方 我常觉得这是毋庸置疑 那我觉得政治的光谱 为什么会被人家弄成这个样 我常觉得有些政治的操弄 嗯 那他当然也是看到就是说 就是民进党上台之后有一些东西他 他常常跟我说他看不下去的第一个 就是那种 他说他说那种 他最近才说过他跟那个前瞻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他认为跟绿云分道洋标志从这 而且他打成局打得非常激烈 他那时候是觉得说 他说他今天当医生 你不管觉得我做得好 从医生从整 你做得好不好 他第一个他觉得他不贪污 他觉得他都赢很多人 像您跟当时候的科医师 两个都忙到昏天地暗了 那亲子关心呢 不只是有人带而已 那父母亲跟小孩子今天的关系呢 尽可能 亲不亲密的问题了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是尽可能 我这个人是很很很good的 像有时候那个门诊 早上跟下午 中午就会去市场买菜采买 就是说把我自己的时间 我发觉我真的是有病 我把我自己的时间 就是把他绷到紧绷 所以我好像觉得说 哇我好像觉得说 我为什么这么辛苦 然后来跟科医长讲说 我为什么这么这么辛苦 我会把那个时间填满的工作 那稍微有空闲下的时候 我也讲说我要对家庭 不管对小孩子 就买个好吃的 或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都把他时间贡献在 给小孩子的一个身上 对啦 所以说女性辛苦的地方 就造成 台湾也不像说法国一样 那么公开 就是说未婚生子我也愿意 所以大部分就觉得说 没有走进婚姻 他就不想 就不会去生 就不会去生小孩 那为什么不走进婚姻 就是因为婚姻走进去之后 对女生的改变太大了 所以我自己看过有些文章写说 为什么那个除夕 我们比较在意那个除夕的过年 为什么女生不能够回 或者说说 那个女婿为什么不陪着太太回娘家去过除夕 然后出夕的话再回国家好了 就是说 一切以男性为主导 但是这个法律没有什么规定 传统就是这样 你如果不太敢反传统的话 很多女生会把她当结婚 当做一个未徒 对对 如果说真的 如果像我赚的钱 要比先生多的时候 其实有一次 我们不知道看到有一个 有一对名人夫妻 在争财产 就吵着要离婚 那财产分不完 那我就跟她讲说 我们是好好的讨论 不是在吵架 我说如果我们两个离婚 她就问我说 她可以拿到什么 我就说 你可以拿到你那一箱的 我穿不了的内衣裤 你就可以 你就只有那个东西而已 他现在有点受伤 他永远都挤着 你不是开玩笑在讲吗 对不对 佩琪说离婚之后 她结果拿到那一箱的 那个旧衣服 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